娱乐转圈圈 可以看到她有一件一模一样的咖色T恤 并且手臂上也有相同位置的质 该女子曾坐在某豪车内自拍 车内有小黄鸭的靠枕装饰 杨明的车内也有同款靠枕 并且座椅的颜色都和女子照片内的一样 疑似就是同一辆车 情人节的时候 该女子晒出了一张握手照 并发布了爱的宣言 配文节日要有仪式感 我们加了一个红星 红色情侣手练很吸睛 巧合的是那段时间杨明的合影中 手腕上同样戴着红色的绳子 杨明参加综艺节目 吐槽大会时穿的衣服 也被疑似是情侣款 该女子曾晒出穿着同款上衣的照片 除此之外 美女和杨明还撞了行程 杨明工作室晒出老板在上海的照片 第二天美女就定位上海晒出自拍 而且这位美女还增晒出杨明退役当天的现场视频 配文则是一切感受都蕴含在泪水里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杨明退役当天老婆孩子一起到现场 在场边观看仪式 大放秀恩爱 这么多的巧合 再加上该女子表现出来的暧昧互动 实在很难 不让人怀疑 网友们都感到非常震惊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这个爆料的时间点也很微妙 今天下午是辽宁队的生死战狼 所以网友认为 这个时间点出来的爆料可信度不高 对于网上的传闻 杨明助理不久之后发声明 表示有营销号 恶意发布不实信息 对杨明进行诽谤 借此达到扰乱 辽兰备战节奏的目的 并直言 对于这种行为 工作室会追究到底 但是没过多久 助理的这条声明就被删除了 而工作室后续 也并没有发布维权声明 希望杨明工作室 能够早日回应此事 不要让有心之人恶意抹黑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分享哦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